杀母砍头却被判无罪 今天的挨精选就带你来看这起案件 让人联想到之前的杀警案 凶险也是被判无罪 难道台湾真的是思觉失调症 或者是吸毒者的天堂吗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世母案 一审是无期徒刑 二审逆转判无罪 因为他在犯案前喝了酒又吸毒 案发时是处于毒品作用最强的期间 导致他欠缺了辨识行为判决无罪 后来另外一个案子 检方以伤害罪拘役了55天即刻发监 而法务部长蔡清祥他也坦诚 这样的判决是有问题的 因为法官错误的引用法条 可能会让人家以为 我只要吸毒或者是喝醉 失去了辨识行为违法之能力 就可以为所欲为逃避责任 另外看到杀警案 一审也是被判无罪 因为他罹患了思绝失调症 没有服药 但是必须要监护五年 目前筹不出一百万保证金 还被押在看守所 而他被判无罪 也催生了司法精神病院 各界也关注高度的暴力倾向 反社会人格的行为 但目前疗养院的精神病床不足 法务部跟卫福部也联手勘查了 七个适合的院所 但是现在该由谁来主折僵持不下 再加上医护人力还有借护人力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对此这卫福部 辛口斯也说了 国内第一家的司法精神病院 已经有了初步的地点了 会在现在的院设改装 最快两个月内就会定案 而且就是带行政院苏贞昌 来拍板定夺 另外就是关于监护处分了 目前统计每年被判需要监护处分的人数 大概有两百多人 其中具有高暴力倾向反社会人格 占少数 目前以五年为期 但各界认为 这五年对于高暴力倾向的患者可能不够 而法务部提案修法 延长了监护处分的年限 未来可能终生都必须要执行监护处分 而这名良性吸毒男子杀人无罪 被网友真的是骂翻天 说以后想要砍人先吸毒 那网络观察学家朱学恒也直言 以前的失觉失调 是有免死金牌就够扯了 现在吸毒竟然升级成了无罪金牌 前天十月为了微步狠心砍下 母亲投入的凶手良性男子 大批紧销攻坚 就怕他抵抗又挥刀砍人 不过这么冒险 最后良性男子却互判无罪 高院二审判良性男子无罪 理由是行凶时 他处在卡系同类物质作用最高期间 欠缺辨识行为能力 判决一出网络骂到犯 吸毒有罪杀人无罪 变相鼓励吸毒吗 以后砍人钱先吸毒 网友们都在开玩笑 可这个笑着笑着就哭了 你先去开一个知觉神经失调 然后再去开一个 我今天有重度毒品使用的习惯 以前我们说免死金牌 都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是无罪金牌 刑法上面不罚他 因为说他是病人 那么你就应该要让他 另入这种司法精神病院 或精神病间里面 去做治疗 国民党立委叶玉兰认为 近年来思觉失调 杀人案例越来越多 甚至熟度出现吸毒后 杀人无罪 法院不能判了免官之后 就把问题推给社会 主张修刑法成立精神病间 来修这个金氏镊子 我们会传达一个疏忽的局势 是当你们民众 或是不见到 也不会有意味 他很有些独立 或是能力 专门的状况之下 法务部长蔡兴祥说 不是吸毒后杀人就无罪 但良性男子吸毒 凶残杀害直系血清 竟然连一天都不用关 难怪法院被骂 只顾加害者人权 不顾社会安全 三立新闻 陈军杰周宁 台北报道 国际交流来看到 俄国总统普丁的眼中钉 疑似被下毒 瀕临死亡的边缘 反对派的领袖就是他 纳瓦尼对于普丁 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他最近到西伯利亚这一带 调查高层弊案 准备要搭机返回莫斯科之前 就在机场咖啡厅 喝了一杯红茶 起飞没有多久 纳瓦尼就出现了 倒汗跟恶心的症状 之后就在机舱的洗手间昏倒 他的发言人说 他的状态是 濒临死亡的边缘 而反对派的领袖 也有被袭击过 也是有潜力 2015年 聂母卓夫 是克里姆宫附近 遇刺身亡 当时普丁 还是有表示哀悼 而这次纳瓦尼生命垂危 其实他之前 也有很多中毒的记录 2017年 有人就朝他脸 丢绿色染料 还导致眼睛灼伤 而去年 他在莫斯科的看守所中毒 但是俄国当局 一直没有给个说法 对此 法国总统马克宏 跟德国总理梅克尔 召开了联合记者会 梅克尔说 现在情况非常的糟糕 而马克宏也说 要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呼吁俄国要公开给个交代 而这俄国的眼中钉 当然还有美国 就美国总统大选 倒数75天 民主党正式提名拜登 贺锦丽参选 而党代表 视讯大会上 还特别请来了 前总统欧巴马 重炮抨击川普 等了四年 民主党终于替拜登扑路 让他有机会带美国人前进 最好还能带着 鱿鱼一起前进白宫 就在民主党 视讯全代会上 罗德岛州众议员 把当地特产端到 讨论焦点 等立佩倒数70天 西乡办公室是唯一目标 因此20号的全代会 大咖可找来了 被川普炮打快四年的前朝 欧巴马发多年的怨气 一定发泄 因为在共和党拳戴会召开前 顾特一轮胎特别规劝员工 不要穿戴有标语的服装 让川普气得被割 就年2007年致函普丁公克 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时 写下我是你的铁粉 也被翻了出来 民主党空战陆战双管旗下 直判顺利走完 扯下川普的这一条路 讲到川普 他的前竞选操盘手班农 惊传在20号遭到逮捕 那警察官表示 班农涉嫌利用在边境竹墙的名义 向保守派的选民募款 高达2500万美元 但其中有一部分疑似被他中保私囊 美国白宫前首席测试 是班农经传当地时间的20号被捕 和另外三名同伙 遭到纽约南区检方以诈欺罪起诉 检察官表示班农利用在美墨边境竹墙的网站 向保守派支持者募款 总金额超过了美金2500万 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全数用在竹墙工程当中 疑似遭到班农等人中保私囊 整起案件还牵涉到空壳公司 班农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担任川普竞选操盘手 在川普当选之后也短暂入主白宫 不过2017年8月就离职 川普听闻班农被捕的消息只表示自己并不知行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虽然班农早已经离开白宫 但整起案件对于选情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